出尔回洋家 记得和妈妈一起收看 媳妇的美好时代 当人家媳妇 一定得管住男人的心 管心 管 管心管位 管手管脚 还管钱包 你们谁管钱 谁就是完蛋 中天娱乐台 周一至中午晚间八年 媳妇的美好时代 骂人可能要付出代价的 这一次是台大的教授 骂他的同事废物 结果呢 被判拘役十天罚一万 台大校园不平静 99年3月3号 台大农金系教授吴沛英 和同系的教授关俊荣 发声口角对簿公堂 那他文人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 那以前老师就教我们说 就是不要口服二言之类的 那当然希望他们自己老师 也能够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当时吴教授和系主任 许世勋在办公室交谈 关教授十一度 要求吴教授小声一点 但是吴教授回答 不关你的事 甚至说出 废物你是什么东西 关教授认为被侮辱 拿出录音为证提告 吴教授被一公然侮辱 判拘役十天 可一科罚金一万元 缓刑两年定验 三年前相隔两间办公室的 吴教授和关教授发生争执 关教授奋而提告 如今判决出炉 不过很巧的 今天两人都没有在办公室 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其实当时一旁的系主任 又出面劝假 却没有作用 即使吴教授说 只是情绪化 没有侮辱的意图 但是高等法院 仍然依公然侮辱结案 据了解 两人不愿意 对结果表示意见 不过两位同事 因为意识的口快 而坏的情谊 实在不值得 最近新闻沉顺 言听台北采访报道